你肯定猜不到 给白素贞和小青撑传的老者配唱左红元 背后真面目竟是个爱国的音乐大师 在那个年代下 少男少女用这首歌对心上人传颂着情斗初开的爱意 人人都羡慕许仙和白素贞坚针不渝的爱情 但是你想不到这首快智人口的情歌 在电视剧播出前期竟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 可是到了片尾羡慕时 歌曲名字的地方不能空着 工作人员只好临时取了西湖美景这个名字 直到创词人左红元灵光一现后 他才给这首歌曲名为杜琴 毕竟在左红元的戏曲腔调演唱下 在那个时候显得格外新奇 并且全篇歌词朗朗上口 让人听了都忍不住跟着哼唱 况且新白娘子传奇的导演夏祖辉 又是个正儿八经的黄梅戏大师 他对这部中国古典的爱情故事十分的看重 并且提倡电视剧片段中的插曲 都运用上戏曲的腔调 而他创作手法又是十分的大胆 偏偏歌词都十分的新奇 一口气创作出来几十首插曲歌词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干脆请来戏曲功底强硬的左红元大师 毕竟他十分欣赏左红元的才华 作为邓丽君老师的他 一段时间里创作出来不少筷智人口的曲子 在那个奔放的弯弯音乐圈十分的流行 不管是爱情故事曲调 还是青春少男少女情怀 都被左红元的曲调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也不难怪 左红元这样的一个作曲大师 会得到琼瑶阿姨的信任 有意将他聘请为琼瑶剧 御用作曲大师 可是在弯弯创作的左红元 只是柔和了现代音乐的新奇 但是当他拿起来黄梅戏开始钻研时 着实难倒了他几天 可是直到全身心贯注后 他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柔和黄梅戏和流行音乐的同时 还增添了不少游传滑水的山歌民谣 一口气创造出十二首曲调 而单单只是不同腔调的唱段 就高达103篇 而为了能演唱出戏曲腔调的意味 演唱的人员全都进行专门的训练 特别是左红元还亲自演唱了开头曲杜琴 况且在电视剧中欢快的小腔调 左红元老师都是一字一词往里面填词 尽管由许仙考取状元时 他却对做官一点不感兴趣 那种功成名就下就得不到同道人的悲情 在歌词中看见了许仙的冷漠 因为你可以看到和听到 每首配乐插曲都是与电视剧画面 柔和非常相切合 这就是左红元大师的神处 特别是青城山下白素贞 而其中最为经典的歌曲还是片头曲千年等一回 但你想不到这首歌的背后 竟会藏着左红元的爱国情 因为左红元在创造这首曲子时 他特意在中间藏了一个惊喜 我要补充一下 中间有一个小的这个这个尖奏 那个我当初我为什么这歌词不能写出来 我怕很多地方会进 不让我们唱 不让我们不 中国没问题 我那个尖奏就 就是China 因为这个白谁传呢 就是中国的一个文学的 音乐文学戏剧文学的代表作 各位将来全国同胞 就是大声唱出来 因为中国已经 碎尸已经醒起来了 不得不说 在那一辈老艺术家新市场 可是对方格外小心眼 只是对国家表达爱国之心 就被收到一场封杀的惩罚 毕竟当年 梁家辉曾经来大陆拍戏 就被弯弯影坛抵制 搞得他一个大名鼎鼎的影帝 只能摆地摊谋生 索性周润发的帮助 让梁家辉重获新生 而新白娘子传奇这部作品 虽然故事情节中 大部分都是演员张口就唱 但是在那个时候 却创造了一种新形式 给全国人传播 经典传奇剧作故事的重任 即便砸在周元宏肩上 但他却完成得十分漂亮 因为可以说 如果没有他创造出来的 一首首插曲 白素珍和许仙的爱情 总是少了点什么 或许他的歌声和曲调 就是全剧中的灵魂所在